哈喽 欢迎来到娱乐八卦君 在节目开始前请先关注点赞 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哦 近段时间由赵丽颖和王一博主演的电视剧 尤斐正在恒电拍摄中 尤斐于2019年9月16日开机 从开机到现在都一直备受关注 首先就是两位主演的人气 赵丽颖是实力派演员且很有观众员 他为观众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角色 比如说花千谷中的小谷 陆珍传奇中的陆珍 楚桥传中的楚桥 珊珊来了中的薛珊珊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等 在观众的心中赵丽颖就是收视女王 这也是他产后付出的第一部剧 所以备受瞩目 而王一博是近年来大火的艺人之一 他在陈情令中饰演的蓝忘机 已经成为了观众们心中成为了经典 此次饰演谢允又是古装扮 像让人期待 从去年到九月份到今年四月份 尤斐将近拍摄了八个月时间 当然 期间因为特殊时期没法开工 在之前的天天向上中 王一博就透露出自己可能会在四月底杀青 为了庆祝王一博杀青 粉丝们早早的就写好了小论文 换上了谢允专属的杀青头像 就迎接这一天了 27日早上 恒电影视成官博发文 说一博弟弟要杀青了 不想他离开恒电 看到此条消息 粉丝们都以为王一博杀青了 便纷纷把小论文发了出来表示祝贺 可谁曾想 王一博真的被留在了恒电 且杀青失败 原因是恒电昨日下暴雨 所以要补戏拍摄 于是有了两个话题 王一博有匪杀青和王一博杀青失败 对此粉丝们表示头像都早早换好了 他管他 他杀他的 我开心我的 感情今天一天都在被杀青 我们粉丝先杀了 各个各的杀了个寂寞 还有的粉丝说就当是一场彩排 粉丝们也没有想到了 自己庆祝了一天 有匪杀青的消息 还挂在了热搜上 到头来却是梦一场 自始自终都杀了个寂寞 粉丝们也总结出一段话 叫非官宣不杀 就是官方没有官宣 那就是没有杀青 终究是大意了 最后 祝有匪顺利杀青 期待周匪和谢允得到来 很多人最早喜欢上王一博 都是因为去年夏天的 那部爆款电视剧陈情令 王一博在剧中饰演的 蓝忘记一角 凭借着出城的气质 帅气的面容 圈了非常多的粉 同时也让王一博 一举进身为娱乐圈的顶级流量 其实 真正熟悉王一博的人都知道 相比演技 王一博最让人称道的 无疑还是他的舞蹈 只要是追过天天向上的朋友们都知道 对于上来的嘉宾 但凡是喜欢跳舞的 王一博总要忍不住上去和人家标一下舞 而且 王一博的舞蹈 可不是那种花拳绣腿的舞蹈 早年间 年幼的王一博曾经单独艺人 远赴一国学习舞蹈 因为天赋一柄 同时又非常刻苦 他的舞蹈功底特别的扎实 可以说 不处任何人 只是 很多人因为对王一博 早年的历史不太了解 以为王一博的舞蹈出色 更多的凭借的是 过人的天赋 为了证明王一博的努力 有细心的网友翻出了早年间的视频 放在了网上 视频中 在正式舞蹈开始前的彩排里 画面中的王一博 非常努力的在用心跳 但是 身边的伴舞却是一个跟不上动作 明显有失水准 仔细一看才发现 并不是这些人放水 而是因为排练强度实在是太大了 跟不上节奏 差点而累他了都 只是 他们觉得累 王一博却是从来不敢放松 哪怕仅仅是彩排 对于每一个动作 王一博也会非常得努力去做到最好 不是伴舞不努力 而是王一博实在是太努力 所以说 王一博在舞蹈上 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 天赋固然要算一部分的原因 但是 最关键的因素 还要述他的努力和坚持 那么多好意思的 对于是